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当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不退转向 不退转向的话 我们前面讲了 在讲不退转向的时候 有加行道的不退转向有二十个 然后下面剑道十六个 修道也有八个吧 多少 有这么多 我们加行道的二十种向有略锁和广锁 略锁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现在讲的是广锁 广锁向之分内 总共有二十种向 二十种向分别为加行道的乱 顶 忍 胜 法 位 四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向 首先第一个是乱位 它总共有十一种向 那么这是一种向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就是 由于舍等转 净疑或无瑕 自安住善法 也令他安住 与他行事等生意无有余 生等修持心 不共无改诸 吹服诸水明 具正知正念 但一当很接近 这个颂词讲到了 获得了加行道 我们前面讲过 资粮道没有讲 不退转向 其实凡夫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退转 也有相似的向 资粮道的时候 资粮道的修行人也会有 但是佛经里面比较明确地有说明 加行道的时候的向 所以这里确定有这么多向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向也是可以有的 只不过这个种类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佛教当中 实际上所讲到的任何的数目有些也是重要的 代表性的 比如说世间当中的一个规则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也有很多规则 但是重要的规则包括迹象当中 这也是一样的 那这里讲十一种向 首先第一个 由于色等转 就这个词来说 意思就是说 获得了加行道乱为的菩萨 他对色法 色相为粗 还有一直到一切智智的智慧之间 乃至色法的一切智智之间 一切的这些万法都 因为它的本体是不存在 万法都是空性的 不管是色法也好 心法也好 想法也好 一切这种法都是本体是空性的 正因为本体空性的话 到了加行道的菩萨 对他们断除了执著 他这里色等转 转是法 尊法是他翻译的 可能转移的意思 原来是对色法有色法的执著 但最后我们这种执著 转移成没有了 已经灭尽了 或者是遣除了 或者转为无有了 可能这样来解释吧 因此他这里说 第一个相对色法等的执著 执著 遣除了 所以不管是对色的执著也好 对金钱的执著也好 对世间的各种执著 一般来讲 获得了不退转向的菩萨 他的确对这些没有什么执著 比如说世间人对车 对房屋 对衣服 对金钱特别执著 但作为菩萨来讲 作为获得这种境界的人来讲 好像他对这些食物也好 对人的执著 就是不像我们凡夫人一样 凡夫人觉得 比如说你关系最好的朋友 死了的话 你自己也差点不是死了 很多人 他最喜欢的 最爱的人已经死了以后 你自己也是要接近死亡 变成这样的 或者他丢失了一个东西 也特别伤心 特别伤心 凡夫人的确也是因为他不知道 我们对境 对你带来的痛苦还是快乐 就不知道 他希望你自己所执著的东西 他永远给你带来一种快乐 但实际上 这是我们迷乱的执著而已 真正你执著的这些东西 不一定对你带来如此快乐 所以说 第一个相对色当没有执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才讲了 禁疑火 断除了疑火 断除了什么疑火呢 获得了这样加行道的菩萨 对三宝 佛宝 法宝 三宝 对三宝 生起了一个诚挚的精心 也就是说 不退转的信心 从根本上对他 遣除了一切的疑惑 怀疑 不像我们刚刚皈依的人 好像今天对佛有信心 明天又退了 今天对法有信心 明天又没有了 今天对僧众有信心 明天又生邪见 不是这样的 他到了这个时候 真正根本上知道了 三宝的加持 力量和功德 这样之后绝对不会产生 任何丝毫的怀疑 我们凡夫人经常半信半疑 产生种种怀疑 所以他已经断除了 一切的疑惑 这是第二种相 第三种相说 无瑕 因为他在学道的过程当中 不退转的菩萨 他在学道过程当中 他就时时发愿 将来我的生生世世 不要转到无瑕之处 霸无瑕之处 像地狱 饿鬼 旁生 遍地 长寿天 还有有邪见的 我用藏语来念八五下 你们懂就懂 不懂就活该 不能这么说 学菩萨道的时候 语言闻名一点 对吧 发这样的愿 意思就是说 他生生世世发愿 不要转生到八五下当中 因为八五下没有修行的积缘 一般来讲 这种不退转向的菩萨 他已经成就了他以前的 不会转生到八五下的愿望 他这样的誓愿已经成就 弘愿已经成就 因此在这个时候 完全净除了八五下 他又获得了下满的人身 他随时有这种机会修行 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 获得下满的人身 是不是都是不退转呢 他以这种相识 不是完全这样的 但是至少也是获得了 不退转向的这种菩萨 他具有这种功德 他这里有些时候 他很多相 集聚在一个 比如说这里讲的是十一个相 十一个相 集聚在不退转菩萨的时候 他可以安立为不退转 或者有些相 他通过一个相来可以退离 因为前面我们也讲过 不退转的话 实际上不退转的 不并不是副定词 它是一种 相当于我们经常说的是 无常 无恶 像这样的一种 跟副定词加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转用名词 然后不退转的这种菩萨 他有几种方式来 一个是过因来退离 通过因为他身口意的一些行为来退出 他相续当中 获得了不退转的相 还有一个就是自信因 自信因 他通过入定的智慧来退出 这个人已经获得了正等觉 或者不退转向的果 还有一个通过他的一种力量 通过他的一种智慧来确定 其他的人绝不可能有这样的 所以通过不可得应来确定 从因明当中的这几个三种推理 也实际上都可以退断 当然退断的方式 它有不同的一种方式 并不是只要有一个具足 确定他是不退转 也可能不是这样的 因此不退转向 他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来理解 来这样第三个 八无侠已经灭除了八种无侠 已经具足了八种现小的 修行机会的人 那具有这种相 具有这种不退转的相 那么第四个诗讲 执安住善法也令他安住 就是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菩萨他具有强烈的悲心 他自己经常安住在善法当中 安住在十善当中 然后不但是自己安住 而且他的身与一清净 通过自己的行为 也真正让别人安住 身与一行先清净 十善业道皆能及 身与一的业全部清净 十善业都能解决 也就是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都具足 像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自己住于善法 不造业 而且不仅仅是自己住于善法 而且让别人 真正能安住在这样当中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看到 有些人他行为很清净的 自己都是行持善法 而且不但是自己行持善法 应该让无数的人 或者很多人能行持善法 这也是一种不退转的想 通过这种想来推断 第四个在颂词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与他行持善 意思就是说 因为通过很长时间 修持自他交换 因自他交换的功德发现之后 尽量看见一些贫困的众生的时候 他就做布施 还有持戒等等 行持六多万行 并且把三个回向给 这些有缘的众生 这也是一种不退转向 于他行持等 第六个说 顺义无有欲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 基本上以忠相的方式来认识 证悟了自己的心的 本来面目和一切万法的思想 那么这样之后 对甚深的空性意义无有怀疑 我们现在没有闻思究竟 没有智慧圆满 这样经常对甚深的空性法门 般若法门 也是起不到非常坚定的信心 到那个时候 真正一切的怀疑 这些都是没有的 真正断除种子的话 就像我们一地菩萨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生与如来家族中 断除一切三种戒 在《入中论》当中 约乘论是这样说的吧 赤菩萨 赤身欢喜 也能震动白世界 好像《入中论》当中有这个 意思就是说 他能断除了什么呢 断除了三种戒 也就是说 撒家夜间 还有怀疑 还有应该是睡眠 就是三种戒到一地菩萨的时候 根本上断除 但是在嘉行道的时候 对空性甚深的意义就没有怀疑 所以现在有些人对空性法门也好 对三宝也好 对今世来世偶尔产生怀疑 甚至有些不相信 产生邪见 这也是情有可缘 因为凡夫人的心态 不好的很多成分都具足 好的成分非常少 因此有些人认为 啊 我这个人这么坏啊 信心正见基本上都是马上没有了 不好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杂念 很多自然而然产生 这也是很多凡夫人的特点 不过有些凡夫人 从小都是善更好一点 他整个前世的因众都不叫不作的 他所产生的这些意念 好多都是善的 就是不会产生邪念 不会产生怀疑 这样的 虽然很多人可能是凡夫人 但凡夫人当中的确也是 就像我们人当中 有些数值很高的 有些数值不高一样 在出世间的功德方面 也有很多差别 所以这是获得了 不退转的像的菩萨 他有什么样的像呢 也就是说第六个像 不退转的像 对深深空性意 也不会产生怀疑 第七个像在这里说是 深等修持心 因为他始终对发佛上菩提心 饶益有情作为 他最主要的目标 这样的话 他的深空意很清净的 深空意都是以慈悲心的前提下 进行造作 这样的话身体经常也是用微笑 用慈悲的眼眸来看他 就像《入行论》里面讲的一样的 他的语言经常赞叹 欢喜 经常有一些恭敬的语言 他的心对其他的众生 产生悲悯心 产生欢喜心 产生清净心等等 并不是凡夫人身体也是对别人面前 好像特别的粗暴 就是粗暴 语言也是很不文明 心态特别糟糕 自己也发现自己在这种群体当中 经常个个不如 对整个深空意跟众生结缘 或者跟众生配合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非常差 其实这些应该是可以改变的 啊 你的生欲意原来是很差劲的 但是慢慢慢慢 通过大乘佛法的感化和大乘佛法的滋润 慢慢自相续真的变成 柔和慈哀 这样是可以变的 自己也不能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 一点都不会在往好的方面去录了 这也不是很好的 因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一个人的生欲意 全部都是特别顺顺众生 特别闻顺 对众生有慈悲的话 这也是不退转向 那么第八个是什么呢 不供无盖主 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断除了 菩萨特殊的五种障碍 他行持非常清净的行为 但这个我以前好像在下面有诸戒吧 他在加行道的时候 要断除五种障碍 贪欲 惩慎 调毁 还要怀疑吧 一般来讲 他是戒顶慧三学的违品 比如说戒学的话 贪欲和惩慧 这个是戒学的最大的违品 要断除这两个盖 在定学的时候 昏尘和调毁 因为昏尘实际上是 在定学当中很重要的 在戒学的时候怀疑 有些也把它安立为 真实的违品 不管怎么样 戒顶慧三学的违品 我们所谓的无盖障碍 都要断除 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对前面讲的一样怀疑 还有强烈的贪执和忏执 这些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佛教修行当中 认为没有执着 这是很好的 不过世间人 这个人是很执着的 这个人是很不错的 他特别重视 他特别得念 这也叫做比较执着的 可能有些方法上有点不同 那么下面讲的是什么呢 第九个 第九个指的是 吹拂诸睡眠 诸睡眠的话 求行的对质有很多需要 比如说 精进 正见等等 他的违品是什么呢 他的违品一切的 包括撒迦夜间和窝间和边间等等 这些间界的 种子的部分叫做睡眠 所以到了嘉兴道的时候 他吹拂一切无间的种子 也就是说 无间的种子指的是 就是我们撒迦夜间的种子 或者边间的种子 或者近渠间的种子 那么这些种子 这里只是亚服 并不是完全种耕处 不是完全 因为真正的耕处 只有一地菩萨 或者有些他的居身部分 只有在十地或者七地的时候才断除 所以在这里吹拂一切水眠 这是第九个 然后第十个 他这里具足正知正念 修行的时候 不管是修什么法 读一心一意的 没有很多散乱的心 而且具足正知正念 就是对三门经常观察的什么呢 正念和三心不忘事的正念 这两个心态 一般来讲 具足的时候不退转菩萨像 平时我们在有些修行人当中 也是看出来 哦 这个应该是个不退转箱吧 不管是他三门的 哪些行为当中 也具有正知正念 行持善法 所有的这些功德都具足 但没有正知正念的话 不要说修行 连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行为 经常也是拖拖拉拉 怎么说 一会儿念珠掉了 一会儿帽子都要掉了 一会儿好像自己的鼻掉了 包掉了 所以有些人 其实有些个人 直接丢东西的话 这也是说明没有正知正念的 今天掉一个 明天掉一个 原来我们八七年的时候去五台山 当时有一个小和尚 现在都是变成大堪布拉 当时我们出去的时候 一会儿他的帽子掉了 一会儿他的念珠掉了 一会儿他的老师就特别生气 你一会儿掉 过一会儿 你的耳朵也可能会掉了 他自己也是特别害怕 又不敢给老师说 呦 我的这个又掉了 我的这个念珠又掉了 然后他就特别善心 又不敢给老师说 所以一会儿 你的耳朵也可能掉了 这是我们据正知正念 修行上也是 始终长年度如一人 有正知正念的 对自己的善门 说话 包括我们发行过程当中的 世间概念 这也是一个正知正念 我们有些人说 今天也忘了 是这样 忘了 又忘了 世间也忘了 东西也忘了 修行也忘了 父母也忘了 最后什么都忘了 这也是没有正知正念 有正知正念的话 在名言当中的有些行为 也是很如法的 确实人当中还是察觉比较大的 表面上看不错了 刚开始的时候 人都是一样的 好像都有眼睛 都有彼此一样的 但实际上 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 也能看出来 有些是一直坚持下去 要很多年 比如说我们这里研讨班 已经有些是六七年 十几年 可能我们还没有十几年吧 已经六七年的 有些是一直很稳重的 有些不稳重 经常两三天就消失了 这个是从他的一些行为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人不稳重的 心态不稳重的 这个是虽然自己想做好人 但是没办法的 因为被他的烦恼 一直吹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正知正念 实际上在《入行论》当中 非常重视正知正念 因此正知正念 对人的很多行为上 也可以体现 这个人真的有正知正念 不管是修行上也好 做事方面也好 始终都是自己 有自己控制的能力 有一种心 经常提醒自己 监督自己 但是一般很多人没有了 自己放异 放荡就可以了 所以具足正知正念 也是一般有些经典里面讲 具正知正念的人 包括走路的时候 也是看一目恶处等等 菩萨学处当中有不同的要求 这也是具有正知正念的想 这是第十个 第十一个就是讲一灯 很接近 平时作为不退转菩萨 他的行为很如法的 包括他穿着的衣服 这些也特别干净 正洁 然后这个灯子里面 包括他所用的这些物品 他不度两边的 也不是过于特别特别的奢侈 全部都是用金子 现在个别的一些腐败分子一样的 连厕所也是有好几百斤 厕所的马桶也是有好 好几十斤黄金做的 也不是那么过分 也不是过于去贫穷 肮脏 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世间当中要做人的话 有一个做人的标准和 他的一个底线 在自己穿着也好 或者说自己所用的字句 都不度两边的 特别如法的 很干净 很正洁 我们有些比如说 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到了他的屋子的时候 很干净 很舒服的 到他办公室的时候 哇 还是很舒服 因为很多人都是自己如果自己 原来我的一个上师说过 其实住的屋子的好坏不重要 一个人的心态重要 如果心很清净的话 他经常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哪怕是住在一个草皮房子里面的话 他弄得很干净 很舒服的 但如果心态不好的话 屋子里面也是乱乱的 到处都是乱乱的 心也是乱乱的 床也是乱乱的 原来《百业经》当中也是有 有些修行不好的人早上起来通过他的床 也是看出来这个心态很乱的 这也是一种香 在这里《现观众论》当中也是讲了 我们义佛的正解 佛教徒的卫生 一般汉传佛教里面是比较重视的 但我还是提醒的 有些学藏传佛教的道友 学藏传佛教的道友 有些确确实实也是 气候和有些地方所导致 不像像汉地一样 渔室各方面条件不具足 在藏地个别地方的 但有些他自己认为 自己不执著 比如说衣服也不洗 头发也不洗 然后什么都自己认为 自己所谓的瑜伽式 不一定说 瑜伽式叫做不洗衣服 才叫瑜伽式 他不是的 他这里应该是具有一个清净的 他这里清净的 外在的清净 包括你的身体也好 衣服也好 整个你所使用的这些物品 都要如法清净的 然后内在的话 愿你无种邪命 内在生活你的用具 你的生活的所有的这些知觉 不要依靠一些不清净的途径来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 很多不清净的途径 带来的钱财来养活自己 这种也是不清净的 所以我们内外都尽量地清净 并不是说 本来我们人体也是非常肮脏的 你不可能是 人体全部变成 虽然《入菩萨学论功德品》里面讲的是 我们的身体可以变成 如意宝一样干净 但是这个是 菩提心的功德角度来讲的 真正来讲 我们肉体是不干净 但是随顺在这个世间当中的时候 希望大家应该要有一种 节约的概念 卫生的概念 很多方面 修行人要像一个修行人 并不是修行人的话 整个行为全部乱了 我也经常说过 包括我们在城市里面的有些佛教徒 你该做的有些 比如说穿着 比较得体 比较庄严 甚至有必要的时候 佛教徒也不要特别明显地化化妆 这些我都不反对 因为这个世间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时候佛教徒 看起来也是特别的 这样的话 很多人都不敢学佛了 这也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的现象 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在这里一等清洁 一等横净劫 这个也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方方面面想 看你具不具足不退转地想 然后一看就 哇 他穿着的衣服肯定是具足退转向 一看就 哇 肯定 怎么讲 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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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要退到地狱里面 饿鬼里面 旁生里面 这样不好 对吧 这是下面乱味的十一种象 就是一种象 下面讲的乱定位有六种象 他这里讲到有六种象 那么这六种象第一个 因为他在世间当中修行善法 他的身口意得以清净 以这样的原因 他的身体不生一些所谓的虫类 本来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 比如说即生虫 各种各种各样的虫类 但是具足不退转的菩萨 他身体当中不会有所谓的这些虫类 虫类也是没有的 从现在的一些医学和生物学 人体当中也有很多无数的细菌 眼睛看不见的一些细菌 当然能看见的各种 比如说肠子里或者身体里 有很多虫类 但这些虫类一般得到菩萨这种果位 因为他的善法力在身体当中不出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就是说 心无趣 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行持善根 特别清净 这样之后不管是任何重生 他没有谄取的心态 没有消化的心态 不退转向都是没有的 现在很多世间人 现在很多人间人心很狭诈吧 就自己说的语言很多都不真实 就有一些欺骗 而且自己已经习惯了 在生活当中 其实真正学大乘佛教的话 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 尽量地心要善良 正直 就是没有必要在别人面前说话 什么都是一种 要么是转往魔教 要么是一看就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心态好教化 好这样也没有必要 比如说有些金刚道友障 你需要有些特别的报名的东西 你应该报名 但是也没有必要经常都是 佛教徒有些佛教徒好像在居士当中也经常发现这样的 说话那些都是 我在旁边听的时候很听不惯 我们一些出家人 居住在一起的时候 根本不是这样的 有什么事情很直接地这样说出来 但是表面上的一些 表面上奉承 赞召你 但心里完全看得出来 不是这样 很真诚地沟通和真诚地交流 所以真正得了这种菩萨 不退转向的时候 就是心无禅躯 这个意思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里讲 杀尔吐脱心 也就是说它完全断除了 名为利养的世间八法 那这样的原因 始终处于一些清净的修行当中 比如说印度以前的一些沙尔吐脱心 穿粉纱衣服 经常坐在露天 早晚精进修持等等 这样的沙尔吐脱心 它能完全行持这样的心 这也是一种不退转向 本来它是小乘当中的 一个清净的行为 但是在大乘当中 也是可以行持的 因此有些出家人 受持特别清净的戒律 然后行持果物布施 这是非常值得大家随喜的 虽然很多愉解的众生 可能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肯定想吃 想喝 甚至看到一些食品的时候 嘴唇一直在动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你这样苦行 也是对自相续当中种下的善根 功德也是非常大 因为我们人生很短暂的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晚年 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有这样一个清净的机会 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独生累劫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这也是一种 不退转向当中的吐脱心 第四个讲到了什么呢 诸葛无有吝啬等 我们修持布什波罗蜜多 持戒波罗蜜多 安忍波罗蜜多的时候 每一个波罗蜜多都有违品 比如说 吝啬 破戒 嗔恨 懒惰 散乱和无名等等 就是 六波罗蜜多有 去了没有 布什 慈戒 安忍 精进禅定 智慧 对 就是这些 这些也基本上断除 所以他的吝啬以及破戒等等 这些违品不退转向 六波罗蜜多违品的这些行为都没有 通过这样也可以退出 他具足不退转向 第五个说 成就发信心 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相续当中 具足很多的善法和修行功德 这样以后 他一切的威仪 非常相应善法 因为相应善法的话 其实善法是真理 善法是发心 发心这样的行为 我们在《现观传论》当中 讲的是罪上的瑜伽 他的行为适合罪上瑜伽 相应罪上瑜伽的话 他一切行为都如理如法的 所以从他的行为上 也可以看出来 有些人不管是到哪里去 在人群当中也好 一个人也好 尤其是在一些繁杂的群体当中 看出来这个人的境界 比如说大家一起 坐禅的时候 谁也看不出来 就一直 因为我们有些怎么讲的 说修行的境界和 这个只有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你坐禅的时候 表面上 我们原来在香港举办 世界七年佛教沿途 当时六百多个年轻人 然后他们坐禅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这样坐着 其实里面有很多 根本不信佛教的人 但表面上看起来 我给他们讲了一个 披露七法的做法 表面上看的 我当时想 这里面有很多人 根本不相信这个 但是表面上他一直闭着眼睛 这样坐着 看不出来 这也是从外面的形象上看不出来 但是内心真正融入善法的时候 他的行为也是 从外在 个别的行为当中也退出来 尤其是有些人 遇到一些恶劣的环境的时候 才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这个黄金 在火里面看出来 它是正经的 同样的有些人的修行 就像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或者在个别特殊的场合当中 在特殊的人群当中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 几个修行人一起 原来我听说三个出家人 一起到一个地方去 两个出家人 他行持善法 有一个出家人 他就马上打开电视 可能他因为比较束缚了一段时间 到达达达以后 很多原来的习气已经复苏出来了 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说别人看出来了 哦 这三个人表面上都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三个人的形象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扮演的居士都不同的 我们在家的居士也是同样的 有些表面上看到 我也是居士 你也是居士 但实际上 遇到一些对境的时候都不相同 这是第四 第五个吧 然后第六个就是说 利他求地狱 因为作为菩萨他把众生当作 真正自己的身口意那样对的 那这样的时候 他要在利他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遇到任何困难 甚至他到阿比地狱去受苦 也是情感情愿的 因此他通过利他的心特别强 哪怕自己的身口意的 一切的愿意付出 通过这种推理也是知道 这个已经获得了定位的不退转向 下面是第三类 第三类也是有两个项 也就是说 乱定认为 非他能牵引 莫开现四道 了知彼是莫 这个是 总共有两个不退转向 第一个不退转向就是 非他能牵引 因为自己对现观众人所讲到的 大悲 空性 无二无别的教义 生起了坚定不移的信息 那这样之后 如果被魔众也好 外道也好 或者其他见性的人 其他见解和行为的人 通过各种方法 相方设法来转移你的见解 他根本不会退转的 不被他转 也就是说 真正的等空无二的见解 他有非常坚定坚固的心结 不可能被别人转 这个也是不退转的向 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有些修行人特别容易 受环境的影响很容易的 本来这个人修行也很不错的 见解也很不错的 但是因为跟个别人 跟某个人接触 一个礼拜以后 马上他的很多行为 语言 包括他的爱好都完全变了 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并不是很容易 被别人马上转变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观转严论》当中 也是讲过 不被他转 不被他人所诱惑的见解 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不退转向的菩萨 尤其是对大乘的空性法门 大乘的教义方面 他不可能很容易 马上舍弃 现在有些人特别容易 信赖那个就是他 好像今天信这个 明天信那个 他信也是很容易的 舍也是很容易的 这就是没有头脑的 没有主张的 这种见解 自己也可能无法信任的 别人更没办法信赖 因此不退转菩萨的相 在这里飞他又能牵 那么第二个 也就是所认为的 第二个相 魔开现四道 了之必为是魔 因为比如说 佛法方面的一些道理 其实魔王波勋 他以佛的形象 以善知识的形象 或者以善有的形象来 开始给你宣说一些道 但是有智慧的人 不退转的菩萨 他就知道这个是魔的化现 不是真正的智者 所以他会发现的 而我们一般的世间人 他可能不知道的 本来魔可能有时候 以出家人 萨门 有其他人的形象 给你进行引导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完全信任 跟着他 结果自己堕入分坑的时候 才发现也可能后悔莫及了 没办法了 因此我们世间当中有时候 魔显现为各种各样的形象 来引用我们 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多的 因此自己平时查亮自己的智慧眼 这也是很重要的 以前那个 优伯吉多好像讲过吧 无相豪佛 禅宗第四周 他有一次说法的时候 当时魔王波勋 通过其他方式来危害他 制造违缘 也就是说 他所传授的这些眷属 很多都是在家人 这些在家人 他在外面开始善发衣服 金银财宝 降下金银财宝的鱼 很多人不听法 本来当时尊者开几天的法会 但是这些人都不听 外面去开始造金银等等 这样心就乱了 没办法的 然后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莫王波勋有安排三十六个阶层的队伍 他们通过各种特别美妙的英语来 乐队养来英语 这个时候在家人造酒基本上跑光了 出家人有一群 这个时候出家的 除了几个老和尚以外 一些年轻的人 也特别喜欢到那里去了 那个时候有不几多尊者 他去给这些鱼堆的每一个人 供花环 但是每一个弄到他脖子上之后 每一个这些魔的花生 都变成有脑有臭 特别难看 并且他的臭闻也是让很多人都熏炮了 这样之后 魔众特别惭愧 祈求尊者解开他的束缚 尊者要求他从此之后 再也不会危害佛教徒 否则他不愿意 但后来他已经答应了 答应之后 他解开了这种法术 然后他自己变成怨行之后 魔王伯勋就说道了 你这个比丘很坏的 实际上我以前在释迦牟尼佛面前 都是这样制造违缘 他都没有给我这样供给 你这个很不好 然后尊者说 你还是有缘见到释迦牟尼佛 我只见到他的法身 没有见到过摄身 因为法身他已经证我了 他说 我已经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法身 没有见到摄身 那你可不可以做释迦牟尼佛的形象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我以后就保证把你和你的这些眷属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当时魔王伯勋他就作了释迦牟尼佛的像 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像是这样的 他就想好圆满的这样一个特别金色 发光的释迦牟尼佛的像 这个时候尊者马上在他面前三次顶礼 并且口中念诵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这样一诵 因为莫莫勋勋实在是没办法 能接受他的威力 他当下消失了 没办法了 然后后来从此之后对尊者的法满 他不去制造违缘 还有从此以后他当时讲经说法成功 原来他的眷属全部都回来了 所以像尊者那样他知道哪些是魔 变成以其他各种各样的形象来引诱众生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有些人 不管是讲经说法也好 做任何善事的时候 可能很难发现尤其是自己的一些道友 本来自己是很好的 闻思修行的很好的一个人 但是你所接受的这些人其实是很不好的 但是你不知道这是魔众对你的一种干扰 本来你自己修行很不错的 最后你看一本书 最后这本书好像有一种魔的加持一样 从此之后你的心态就变了 本来你是很好的一个人 但是你去一个地方以后 马上就已经不行了 我们当中也经常有这种现象 他跟这个人接触之后 从此以后就完了 比如说 再两年前 再两个月前 再三个月前 我都在经常我看见的这些人当中经常 本来这个人一直很努力的 已经两三年了 十几年了 他很不容易 已经到今天还活着的 结果最后死的时候也是很惨的 很简单的一个坏人把他弄坏了 而且这个时间也很短暂的 只有一个月 只有两三天 甚至可能跟他接触 非常短暂的时间当中 马上他所有的这些道行容易坏坏 所以我们现在对人 对恶有的远离 确实也重要 这个很重要的 五国王尊者在七宝藏的很多处 远离恶有 讲得非常清楚的 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华智仁波切也好 包括法王如意宝也是讲了 如果你实在是不能离开散乱 一知一个善有 也是最深的窍诀 法王如意宝经常也这样讲 有些人整天都是 一个人独自好好地修行 好像你暂时没有这个因缘的话 你要所接触的这个人 喜欢闻思修行的 喜欢利益众生的 喜欢讲一些善报的功德 而整天都是讲一些是非 我们有些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让他讲一些善法的话 一句话都口里面说不出来 好像嘴里放着一个大石头一样的 一说善法的时候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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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不退转的菩萨像当中 其实我们有个别的 相似的可以具足 我们很有可能还要退转 但是有些人 遇到了今天佛法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 决定会不退转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神通 不然有神通的话 这么多人当中 这里比如说 佛陀有时候转法轮的时候 这个法门传完了以后 有多少个天子 获得了无垢清净眼 多少个菩萨 获得了不退转果位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 大家共同学习以后 一定会是通过一个法会 通过一步法的力量 自相续当中前世的善愿 和今生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因为这个发愿 以后再也不会退转 今生当中也不退转 这样的人 修行人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修行过程当中不退转确实很重要 否则的确有时候 虽然不是都退转 但是我看到 一两个人退转的时候 好几天都是 哎呀 这个人又退了 其实我发现当中 退的不是很多的 可能被看不见的 退的比较多的 但是经常说 这个人又消失了 这个人又退了 这个人也还俗了 这个人生邪见 退出佛教徒了 这个时候觉得很可怜 因为他太愚痴了 因为他自己 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是不容易退 的确是佛教的殊胜就在这里 他很有智慧的 非常了不起的 那这些人他越观察 越觉得在这个智慧的海洋里面 觉得他怎样游用 他的能力是没办法更强的 所以最后他就欢喜不必的 这样的 但是一般来讲 有些势动非动的 稍微了解一点 那这样没有得到究竟的人 到中间的时候半途而飞 这种人我们眼前发现的时候 也是很可怜 但是也没办法 轮回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原来也想过 只要有50亿的余地 还继续前进 就像世间的一个做企业 他只要有一点点利润 还继续做下去 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也这样 不退转讲的时候 我最近也发现 很多很多的老朋友 也在佛教的各种行业当中 也有退转的一些 有些是退转的像 出现就像黎明式的光一样 有些已经彻底退转了 有些正在退转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这可能也没办法的 但是大家知道自己这个是 哇 这是魔的现象 我现在跟这些人同流合物 可能晚了 我今生也晚了 来世也晚了 那这个时候谁也救不了了 不如我还是这么多年以来 这样自己心经修持的话 还坚持下去吧 有这样的一种正知正念 而且这个时候 特别认真的祈祷上师三宝 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种 无心的一股力量 自己从邪道当中也转过来 现在一些特别著名的法师 包括《金刚相摩族》里面有个别法师 差点不是退下来 差点不是从悬崖上掉下来 最后通过三宝的加持 自己把自己已经维护到 这种现象也有 下面是最后一个像 也就是圣法位的像 诸佛欢喜心 因为不退转向的菩萨 他在通达圣义的一切法 就是如虚空一般的 世俗当中的一切是三轮提空 三轮清净的 这样的行为 实际上诸佛菩萨最喜欢的行为 最欢喜的行为 因此不退转向通过他的三轮提空 或者我们经常讲 除了令有情欢喜以外 哪有报上佛陀恩德的事 其实让有情欢喜 佛最欢喜的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做众生有意义的事情 啊 众生欢喜的是让众生 当然有些众生可能做恶业 他特别欢喜 但是我们不能随顺他 这个是对他暂时欢喜 但是这种欢喜是不如法的欢喜 没有意义的 所以只要对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些行为 我们尽量去做的话 那三十诸佛也会欢喜的 就是我们世俗当中的这些行为 也是一个不退转向 还有一些 你见解上的三轮提空 灯进吾尔的见解 这些应该也是诸佛欢喜的向 这就是圣法位不退转的向 下面是设议 上面所讲到的 总共有二十种 我们分了 总共有二十种不退转的向 那么这不退转的向 分别为住在暖位的 定位的 还有人位的 加行位的菩萨 这些菩萨位 如果具足有这样的向的时候 我们可以退转位 可以说 这个菩萨应该是不退转的菩萨 因为他具足 比如说这个菩萨 他具有前面的二十种向 我们推断为 他肯定是不退转的 因为他具足二十个不退转的向 这个是你们可以通过 别人身上具不具足也可以观察 下完课以后 自己身上也可以观察 看看自己有没有具足这二十向 这二十向 明天也给我说 我肯定是加行道的菩萨 你们好好对我供养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一个一个观察了 这个二十个向全部都具足了 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小看我 我还是个加行道的菩萨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也专门对你看什么样的活动 倒是再说吧 反正有了多少个不退转向 今天讲到这里 对我来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